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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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的時候不要與我忘年 留給我愛的詩篇 對我說今生愛我永不悔 你走的時候不要與我道別 留給我愛和思念 在這飄著細雨的夜裡 擁有你留下的真心 我就容易打法自己 不憑我悲痛的情緒 守住那漫漫長夜 你走的時候不要與我道別 留給我愛和思念 在這飄著細雨的夜裡 你走在這飄著細雨的夜裡 我住在這破壞 我活著歸空 我走在那裡 你走在那裡 你走在那裡 我走在那裡 我走在那裡 去吧 妈 你这么老远到这里来 总不该专程是为了责备我 突然离开日本回台湾来了 我是来找那个二十五年前 害我丈夫背上不忠家庭 妻子的女人刘美云 那二十五年前 你还没让她受够吗 我满以为你知道一切事实以后 你会发现在这世界上 最爱你父亲的人就是我 因为 当你父亲犯了那么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居然能够容忍 从来没有对你提起过 他在外面跟另外一个女人 有了私生女 妈 我觉得你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这一切 并不是真的是宽容爸爸 而是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你有一个背叛你的先生 你 你认为他所做的一切 只是背叛我吗 你忘了他所造成的你和欧阳百齐之间 对 妈 我现在正想跟您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我突然想通了很多事情 所有的证据都是由某人提出来印证事实的 好 那又怎么能够代表说 所有的证据不是某人制造出来的 侮赖你们是兄妹的 你是指所有的出身证明 婴儿指纹都是有人捏造出来 污赖你们是兄妹的 那这个人会是谁呢 他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是丑闻哪 我不会笨到 念造一个天大的丑闻 来只是为了拆散你跟欧阳百齐 甚至牺牲我和林家的声誉 好 你不相信的一切是什么 我会找出刘美云来 要她向你印证这一切 我现在真希望 让刘美云能发现 她所付出一切爱的男人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之后 她还会不会再爱你爸爸 妈 如果二十五年前一切错误 我的确是把一手做成的话 她现在已经在接受最严厉的惩罚了 我们不要再折磨她了好不好 妈 我深深地相信 爸爸的内心里 已经是非常地清醒了 在承受到这么大的痛苦 你要到哪儿去 川敏 麻烦你把留下来的百齐地址给我一下 是 你居然还要去找她 对 我只是要去劝白旗 证据便不代表一切是真相 在我们决心 没有查出任何真相之前 绝不放弃任何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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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放开我 放开 白琪 白琪 去 你 你 白琪 我看看 伤了没有 还好 没伤什么 白琪 那个人是从哪儿进来的 我刚刚正在看明天的行程表 忽然听到后面有脚步声 我就一回头 他就掐着我的脖子 你以前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一直在挣扎 我也没有看清楚 只是 这个小偷 他又来我们家 为什么不先偷东西呢 他先攻击我 或许这个小偷 并不单纯的是小偷 因为我刚才在附近 看见上次曾经想追撞你的 那辆小货车 又是 到底是什么人一再地想攻击我 难道我反爱到什么人了吗 我在想 会不会 有人因为你在欧阳家的地位 而 而怕你阻碍到他们的利益 比如说 遗产继承权 可是 我父亲的遗产 又不是遗产给我一个人而已 还有百岳呀 难道说 会是有人 怕你去阻碍到百岳的利益 白起零 譬如说 百岳有什么特殊的 关系的一种亲人 你不知道吗 我们是姐弟 我们的亲人不是共有的吗 百岳 百岳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错 照目前的种种迹象 证据 显示出来 我们确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可是我一直有个直觉 我不相信我会爱上我自己的亲妹 谢谢你 请你不要再说了 不 百岳 我不但我要说下去 而且我还要你跟我一起去面对这个事实 百岳 能不能够跟我一起去见见我的父亲 百岳 百岳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 可是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我爸爸有一度的话想要跟我说 可是他说不出来 如果你肯帮我 一起去帮助我爸爸 或许他为了你 能够克服障碍再重新开口说话 我不想见他 也不想见你 我更没有勇气 再去追究什么 我心里明白 我刚才应该立刻就离开这里 可是百岳 我真的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就坐在这陪你 俊悦 其实我们跟以前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你根本不需要再关心我 其实 刚刚那个人掐着我的脖子的时候 我根本不需要再挣扎 你也不要再救我 因为我曾经也穷死过 百岳 我真的相信 总有一天所有事情会澄清的 因为我已经决定 要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开始清查 所以百岳 你绝不能在这个时候 白白地牺牲了你自己的生命 你 乖 百岳 回房子休息吧 我一定留在这陪你 一步一步离开 张力 白的 请 喂 百岳 姐夫是不是 我姐在不在 你不用叫她了 你告诉她说我明天一早就到 我会按照柱子去找你们的 好 再见 再见 白秦 你怎么了 我也不舒服是不是 没有什么 白佑说什么了吗 白佑刚在电话里讲 他明天一早就赶到这里来 多一个人照顾你也好 我比较安心一点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那信里面所指的事情 因为以他的个性 他一定会找你们凌家全家拼命 不要碍我 再碍我 我就死给你看 姐 你不要用事下午 你知道 只有我才不怕死 只要我能够听你解决问题 我随时都可以为你去拼命的 姐 我求求你 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吗 姐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姐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怀孕了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你跟姐夫已经正式结婚了 你只是暂时瞒着爸而已嘛 你只是暂时瞒着爸而已嘛 交给我来办好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爸告诉他 白月 你这样做马上会要了爸的命 为什么 爸很迷你的 他早就知道你相爱的 这相爱的代价也太大了 我当毁了两家的生命 也毁了两家的义气 我最不甘心的是 我以为可以不够且偷生的 我爸平安地度过最后的日子 现在连爸都隐瞒不住 我真是罪大恶极 你为什么 姐姐 我求求你好不好 你别这样折磨你自己 让我替你分担你的痛苦 好不好 姐 你们大门没关 我站在门外 真好听到你们俩 真挚的每一个字 你居然人在外面 不道德地听到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那你应该知道 我们在谈那个是我们欧阳家的失事 跟你明家你这个巫谱毫无关系 你给我滚出去 百岳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求你马上离开这里 姐,我到底不知道什么 他知道,对不对? 好,你不说 我让他说 你说 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就是想让这事实 多一个人知道 好帮我一起阻止 你姐姐跟俊燕之间 不道德地再继续来往下去 这怎么可能呢? 是你 一定是你这老巫婆高的鬼 你居然立在中间做我事情 我要你的命 凡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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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放开他 不 我要你的命 凡远 该死的是我 比他无关 姐 你这什么意思 难道 他所指控的事 全部都是事实 是 俊燕还疯狂地想找出 可以推翻这事实的证据 那是他的妄想 如果他再不放弃你的话 还想挽回什么 那你们就真该遭天打雷劈 我还有少林军燕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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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不相信 这怎么有可能呢 子叶 你否定一切 叫我安心 你说 你说!知道你为什么你说 你为什么不说呢 竟然 爸爸 爸的他怎么是心上所说的 他到今天还不知道吗 现在 让我活下去的 就是证明任何人告诉爸 如果爸知道的那一天 这都是我结束自己的时候 来了 来 像是禽兽的我 坐进森林害理事的人 最好随时把你的大门上锁 否则任何时候都会有人站在你背后 就像你害我父亲那样子 随时要我的命 不错 我是带他到海边 不过我不是要谋害他 我只是想试试 他是真的白痴还是装的 试试 你凭什么拿我爸爸的命来试 我倒是恨不得破开你的心 看看你到底是人还是禽兽 你父亲才是禽兽 你父亲才是禽兽 不然怎么会生下你们这兄妹 还让你们 我告诉你 我们不是兄妹 你怎么 一定是你那装的白痴的爸爸 告诉你的对不对 我早知道他是装的 他 他怎么样 他装什么 他知道什么 他是你父亲 你比谁都清楚 你怎么会问我呢 他一定以为爸知道他的秘密 所以他害怕想出去爸爸 那个秘密一定 与我跟百齐这件事情有关 难道 亭玉璞已经把百齐 不是他女儿的真相 告诉他了 如果我爸爸早知道 任何真相的话 就算你把他除去也来不及了 因为他早就把所有真相 通通都告诉我 我今天来主要只是要你亲口告诉我 你在诬赖我跟百齐的这件阴谋里面 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扮演的是要参赛你 让你们生生世世 都无法结合的伟大角色 你 朕答应我个条件 我不要动拳头 我就告诉你 你想知道的一切 你说 什么条件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条件就去叫你 马上就拿董出去 否则你这辈子 放开 连做梦都梦不到他 放开他 林俊彦 他是我的人你早就应该知道 不得你问问他 下地狱也是应该跟我一块去 不信你不要问他自己 平常代替抱着你的人是谁 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 是不是 你滚 放开他 你滚出去 我的事不要你干什么 你的事 你的事的确不干我的事 可是她现在既然已经是你的女人了 你也没有权利这样子对她 我不希望你同情我 你滚 出去吧 请求请求 走 走 进去了 进去了 开门了 你刚刚明明已经承认了 你知道一切所有分享 你准备什么 开门 我叫你开门了 激情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不让我拿刀进来找你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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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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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